推进医联体建设是为了优质医疗资源的上下贯通 以医联体之通破解群众看病之痛 随着医联体数量的稳步增长 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能力是否得到提升呢 继续来看 记者了解到 目前北京的一些医联体也在探索更加紧密的医联体模式 如共建合租病区 医院要派主治医师和护士长等到社区医院查房代交 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 人员上面那么我和护士长每天过来 然后平时的话我们有心内的呼吸的 神经内科的甚至肿瘤科的 一些主人医师以上的 那么都会来这边定点来查房 有很多的就是能达到同质化 同时我们的病房的幼稚园 我们基本上80%以上都在查医院进去过来 目前全国共组建城市医疗集团 1666个 县域医疗共同体4028个 跨区域专科联盟5900个 面向边缘落后地区的远程医疗协作网4075个 较2015年数量几乎都翻了一番 其中专科联盟增长高达2341.3个百分点 医联体实现跨越式增长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有一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因为收支两条线 干多干少几乎一样的政策 抑制了他收支和服务患者的积极性 我把病人转下去 他得愿意接 我们要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待遇 让他的经济利益形成一个共同体 补偿机制 医院的人们关怀 包括一些政策 比如说他的直层晋升 这个都会调动他的积极性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多种形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能力 促进大医院下沉优质医疗资源 着力加快完善分级诊疗体系与医联体建设 强化三医联动 探索推动将医保资金 财政投入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打包给医联体统筹使用 打包给医联体统筹使用